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志多兴志取生辰当 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 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了价值十万贯钱的金银珠宝 要运送到东京 去给他的老丈人蔡金祝贺生日 他把这护送的任务交给了杨志 杨志呢 就把金银珠宝伪装成十一弹别的货物 挑选了十一个身强力壮的士兵 装扮成挑夫 然后杨志和梁中书家里的谢独馆 装扮成商人 两个鱼猴装扮成随从 从大名府出发了 杨志他们离开大名府的时候啊 天气已经很热了 为了能在蔡金六月十五号生日之前 把生辰缸送到东京 杨志让士兵们每天早晨和晚上拼命的赶路 只是在中午很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 走了六七天啊 他们来到了山区 杨志一看啊 路上的人间越来越洗手 道路越来越不好走 他担心夜晚碰到抢劫的强盗 就让大家夜晚休息 早晨出了太阳再赶路 而且中午不许休息 天气啊 本来就热得让人难受 士兵呢 还得挑着那么沉重的担子 热得浑身不停的流汗 累得一个个叫苦连天 他们只要看见有树林的地方 就想休息一会儿 可是杨志却根本不让他们停下来 手里边拿着一根藤条 一个劲的 吹出着他们快走 谁要是停下来或者走慢了 他不是张口就骂 就是举起藤条乱打 那两个鱼猴 虽然只背着行李包裹 眼泪的直喘出气 浑身流汗 落在后边 杨志责怪他们 你们不会走快点 帮助我吹吹他们 啊 嘿 真不懂事 两个鱼猴擦擦汗 对杨志说 哎 不是我们想走得慢 是这天太热走不动啊 前几天 你叫大家趁着一早一晚 凉快的时候赶路 这几天怎么又叫大家 趁着天这么热的时候走啊 杨志一听 张口骂了一句 你们说的都是屁话 那前几天走的是人多 路好走的地方 现在走的是山路 白天不紧直走 半夜三更 碰到强盗怎么啦 两个鱼猴被骂得不敢说话了 可心里却很不满 杨志骂完又提着破刀 拿着藤条去吹挑担子的士兵们了 两个鱼猴等到谢都管走过来就说 谢都管 这杨志只是咱们梁大人手下的一个提侠 他就这么动不动骂人呢 谢都管喘着粗气 哎 梁大人不是说过吗 让咱们一路上拳头听他的指挥 你们呢 就忍让他一点吧 晚上 他们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了 士兵们累得浑身好像散了架 衣服被汗水弄得没有一点干的地方 只埋怨 谢都管呢 我们挑着这么重的担子 冒着这么热的天走路 那杨提侠还嫌我们走得慢 仗口就骂举手就打呀 您说 我们呢 怎么这么命苦啊 谢都管只好劝他们 行了行了 你们别再埋怨了啊 到了东京 我一定好好地奖赏你们 第二天天没亮 大家都想趁着凉快赶路 杨提侠大吼大叫 不能走 全都给我躺下 接着睡觉 士兵们七嘴八舌地说 这早上凉快不走 为什么要等太阳出了以后再走啊 你们懂什么 快睡觉 士兵们只好忍气吞声的 又躺下了 太阳升起来以后 杨提侠这才叫大家上路 路上杨提侠还是不让大家休息 逼着大家不停地往前 走啊走啊 就这样 走了十四五天 这士兵们呢 全都恨透了杨提 就连谢都管和两个鱼猴 也开始怨恨起了他 六月初四这一天 天空没有一丝风 没有一点云彩 那太阳啊 就像一个大火球一样 烘烤着大地 天气简直热极了 士兵们在杨提的催促下 走了二十多里路 到了中午 士兵们实在走不动了 一个劲地喊着 休息一会儿吧 杨提却说 快走 过了前面那个钢子再刷 前面的那个钢子呀 叫黄泥钢 钢子上有一片树林 士兵们挑着担子 进了树林 往树下一躺 就不想起来了 杨提急着直叫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在这些两 快走快走 士兵们说 你就是把我们剁成七八对 也不能走了 杨提拿着藤条 瞅着他们就打呀 可是他打起这个 那个又躺下了 杨提急着团团转 没有了一点办法 谢都管和两个鱼猴 气喘吁吁地赶上来 也坐在树底下 谢都管看到这种情况 就喊 杨提侠 他们哪都热得食菜 走不了了 你呀 就叫他们歇上一会儿吧 嗨 谢都管 你不知道啊 这个地方叫黄梨杠 经常有强盗出来抢劫啊 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粮啊 两个鱼猴一听 杨提侠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都用这种话来吓唬人 这种话可不能总挂在嘴边啊 谢都管也附和着 哎杨提侠你就让大家歇一会儿再走 怎么样啊 杨志一看他们这样 只好拿着藤条抽打士兵们 谢都管实在看不下去 生气了 住手杨提侠 不是我多嘴 你本来是犯了死罪的人 梁大人可怜你 抬举你 让你当了提侠 这提侠不过是个戒菜大小的官职 值得这么尝尝吗 别说我是梁大人家的都管 就是村庄里的一个老人 也应该听我劝一劝吧 杨志听了谢都管的话 真想发作起来 但是他忍住了 谢都管 你是城里人 一直住在梁大人家里 哪里知道这路上的千难万险啊 谢都管一听更不高兴了 四川梁广 我去过不少地方 难道就你有件事 现在不是太平的时候 对 说这种话就该割舌头 现在天下怎么不太平了 杨志正想跟谢都管争辩 忽然发现对面树林里 有一个人在探头探脑的 往这边张望 他立刻扔了藤条 拿了托刀 追了上去 你这个大赞的吓唬 怎么敢看我的东西 杨志跑到对面树林一看 那儿停着七辆小推车 六个人在树下躺着 一个脸上有红迹的人 手里边拿着泼刀 往周围观看 他们看见杨志以后 呼啦下站起来 杨志叫了一声 啊 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当中有个人反问 你是什么人 告诉你 我们是做小买卖的 可没有钱给你 杨志一听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告诉杨志 他们是上东京卖枣的 路过这儿 天气太热 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这七个人还说 啊 我们听说这黄泥缸上 经常有拦入抢劫的强盗 刚才我们听见 有人来到缸子 担心是强盗来 就叫一个弟兄去看看 杨志听他们这么说 才放心了 再说有这几个卖枣的作伴 心里边也就踏实了一些 他回到谢都管他们身边 把坡刀插在地上 自己也坐在了树荫下边 过了一会儿 只见远远的过来一个大汉 挑着两只桶 一边唱着歌 一边往缸子上面走来 他唱的是啊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河道半枯椒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个大汉来到缸子上 放下桶 也坐下来乘凉 使民问问他 哎 你这桶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大汉说 哦 是白酒 哎 你把酒往什么地方挑啊 啊 挑到山岗那边 村子里边去卖 哎 请问多少钱一桶啊 啊 五万钱一桶 士兵们一听 就商量着凑点钱 买一桶酒喝 解解渴 杨志一看 拿指刀 用刀背朝着他们就打 那么好大的胆子 竟敢随便买酒喝 士兵们非常气愤 那我们自己凑钱买酒喝 跟你又有什么相干 杨志气呼的 呸 你们懂什么 你们知道吗 有多少好汉被蒙汉药麻醉倒地 受到伤害 飘酒的大汉一听 指着杨志冷笑一声 嘿嘿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哎 我这个酒卖给你了吗 飘酒的大汉说完 就跟杨志大吵起来 这个时候啊 对面树里立的那七个卖枣的人 提着泼刀 走过来问 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在炒什么呀 飘酒的大汉说 哎 我飘着酒到那边村里去卖 走热了在这歇会儿 这几人想买酒喝 哎 可这个脸上有清剂的人 却说我这酒的有蒙汉药 哎 你们说好笑不好笑啊 七个卖枣的人说 哎 哎哎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哎 我们还以为有强盗呢 哎哎 我们呢 正渴得厉害 他有疑心啊 你就卖给我们一桶喝吧 挑酒的大汉把头一摇 不卖 我这酒啊 谁都不卖了 七个卖枣的人一听啊 嘿 你这个人可真不懂事啊 我们又没说你 反正你挑的什么地方都一样的卖酒 哎 就卖给我们一桶吧 哎 卖给你们一桶酒到没什么 哎 可是我什么碗的瓢都没有 拿什么咬啊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有瓢啊 七个卖枣的人立刻从小推车上拿了两个瓢 又捧出一大把枣来 打开桶盖 轮流的用瓢咬的酒喝了起来 时不时的吃上一个枣 功夫不大 七个卖枣的人喝完了一桶酒 问瓢酒的大汉 哎 你这酒多少钱一桶啊 哎 五罐钱一桶 十罐钱两桶 行 五罐钱就五罐钱 哎 不够啊 能不能再饶我们一瓢酒啊 哎 不行不行不行 拿钱来吧 一个人给了挑酒大汉五罐钱 另一个人呢 借这个机会 打开另外那种酒的酒盖 咬了一瓢酒就喝 挑酒的大汉上去就夺他的瓢 那个人撒腿就往树林里边跑 挑酒的大汉随后就追 又有一个人拿着瓢也从酒桶里边咬了一瓢 挑酒的大汉又赶紧跑回来 夺过他的瓢 把酒哗到在桶里边盖上了桶杆 一下子把那个瓢哗吃 就扔出去老远 哼 你们这几个人啊 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是不是想仗着你们人多欺负我呀 卖岛的人向他说了几句赔礼的话 才算没事的 这儿发生的事情啊 杨志和士兵们都看在了眼里 士兵们的心里啊 早就痒痒了 有个士兵对谢主管说 老主管 您向杨提下求个情 让我们也买一桶酒喝喝吧 我们实在渴得受不了了 谢主管听了 他自己也想喝点酒 润润嗓子他就对杨志说 哎杨提下 那卖枣的人已经买了他一桶酒 剩下的一桶啊 就让他们买来喝吧 他们实在是可及了 再说了 这缸子上也没有找水喝的地方啊 只有这酒能够解渴呀 杨志心里想 那几个卖枣的人已经喝了他一桶酒 另外那一桶我也亲眼看了他们喝了半瓢 看来这个酒是好的 不会有蒙汗药 好 就让士兵们买那一桶酒喝吧 想到这儿 杨志对士兵们说 既然谢主管说了话 你们就买了酒喝吧 喝完以后 咱们立刻上路 士兵们一听啊 高兴的直跳 赶紧凑足了钱去买那桶酒 哎 没想到飘酒的大汉一白手 不卖 不卖 哎 我这酒里边啊 有蒙汗药 马倒了 你们怎么办呢 这士兵们只好陪着笑脸 一个劲的跟他说好话 这个时候那七个卖枣的人也来劝说 挑酒的大汉 嗨 你这个人呢 也真是太认真了 人家一个劲的说好话 你就卖给人家 解解渴嘛 说着 有一个卖枣的人 推开挑酒的大汉 把那桶酒给的士兵们 还把瓢借给了他们 士兵们一边道谢 一边摇起两瓢酒 他们先请谢毒馆喝了一瓢 又来请杨志喝 杨志说什么也不喝 两个鱼猴都喝了 然后士兵们 你一瓢 我一瓢 很快就喝干了那桶酒 杨志一看 大家喝完酒也没事 一来天气太热 二来实在太渴 这才喝了半瓢酒 挑酒的大汉说 哎 这桶酒 已经被他们几个卖枣的人 喝了一瓢 我就少收你们半惯钱吧 士兵们把钱交给他 他挑上两个空桶 唱着歌 往缸子下边走去了 那七个卖枣的人 站在园地没走 过了一会儿 他们指着杨志和士兵们说 啊 倒了 倒了 果然 士兵们 谢都管两个鱼猴和杨志 一个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 全都倒在地上了 原来啊 酒里边真的有蒙汉药 这七个卖枣的人 把那七辆小推车上的枣 哗声的地上 大家十一站金银珠宝 装上车 遮盖好了 说了一声 打扰了 就推车子走了 杨志心里边啊 一个劲的叫苦 可是身体发软 根本站不起来 他和士兵们 谢都管两个鱼猴 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 截走了 生辰纲 这七个人是谁呢 原来他们就是朝盖 吴勇 刘唐 公孙盛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那个挑酒的大汉 就是白胜 那么他们是怎么样 让杨志他们喝了 有蒙汉药的酒呢 原来啊 白胜挑的两桶酒啊 都是好酒 没有蒙汉药 朝盖他们喝完一桶以后 刘唐打开第二桶酒的盖 咬了一瓢酒喝了 说是再饶一瓢 实际上是让杨志他们看清楚 这也是一桶好酒 这个时候 无用又来咬了一瓢酒 却被白胜夺过来 倒回酒桶里边 其实啊 无用的瓢里 已经放了蒙汉药 这么一来 第二桶酒里边就有了蒙汉药 把杨志他们给麻醉倒了 这个计策 就是无用告诉朝盖他们的那条妙计 这就是智取生辰当 操刀鬼祭夺二龙山 杨志在黄尼纲上 中了朝盖无用的计策 喝了有蒙汉药的白酒 眼睁睁睁地看着朝盖他们 接走了生辰缸 杨志喝的酒 过了好半天 他第一个从地上爬起来 杨志看看谢主管和士兵们一个个还躺在地上 嘴里边流着口水 心想 哎 现在弄丢了生辰缸 怎么回去向梁中书交代呢 哎 只能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是自己到哪去呢 哎 走到哪是哪吧 他指着谢主管和士兵们骂了一句 呸 都是你们不听我的话 惹下这场大祸 连累了我 然后他拿了泼刀 梦梦不乐地走下了黄迷缸 杨志往南走了几十里路 肚子饿得咕咕乱叫 浑身上下没有力气 忽然 他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 心里想 嘿 再不吃点东西 我可就盯不住了 可是自己身上一点钱也没有 这怎么办呢 对 先吃饱肚子再说 想到这儿 杨志走进酒店 要了一些酒肉饭菜 狼蹲虎咽的吃了起来 杨志吃饱喝足 站起身就往外走 酒店老板连忙叫着他 哎 你的酒钱饭钱还没给呢 怎么就走啊 杨志冲老板笑了笑 嘿嘿嘿 我身上没带着钱 先收一下账吧 等我回来再还给你 说完 他一步跨出电门 酒店的伙计赶出了一把揪住杨志 杨志砍的一拳 把伙计打倒在地 拔腿就想跑 这个时候有人大喊一声 站住 你这个东西别走 杨志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光着绑着的大汉 手里边拿着一根杠棒 带领着酒店伙计和三四个人就追了过来 杨志心里想 只要先把这个拿杠棒的人打倒了 别人就不敢过来了 于是他举起破刀迎了上去 那大汉 举着杠棒打了过来 两个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大汉逐渐招架不住了 酒店的伙计和那几个人赶紧胡拉下围住杨志就要动手 忽然 大汉喊了一声 慢着 先别打了 接着他问杨志 哎 你叫什么 杨志拍拍胸扶 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叫青年寿 杨志 大汉一听啊 呱唧扔了杠棒 赶紧行了个礼 哎呀 请您多多原谅 小人给您赔礼了 哎 你是谁啊 为什么 说这个话 啊 我叫曹政 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林冲的徒弟 我以前住在开封府 现在在这儿开个酒店 因为我是个屠夫出身 有一手宰杀生口的本事 所以人们都管我叫操刀鬼 刚才啊 看到您使破刀的手段 跟小人的师父林教头一样 心里边有些疑惑 才住了手 哦 原来你是林冲的徒弟 哎 你师父被高求陷害 如今上了凉山坡了 哎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哎 好好好 请您到家里歇歇吧 曹政把杨志请回酒店 又摆下酒菜 两个人一边吃喝 一边说话 杨志呢 就把自己的遭遇和丢失生辰缸的事情 说了一遍 曹政听了杨志的话 却说杨志在他这儿住下 杨志摇了摇头 哎 我丢了生辰缸 官府肯定会到处捉拿我 所以我不能在你这儿住啊 那 您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 唉 我本想去梁山坡入火 可又怕王伦笑话 所以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才好 曹政想了想 嗯 离这儿不远呢 有一座二龙山 山上有一座寺庙叫宝珠寺 那里地势险要 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 现在啊 寺庙里的和尚都不当和尚了 专门打家接涉 当了山带王 围头的叫金言虎邓龙 手下有四百多人 您如果实在没地方可去 就上二龙山入火吧 杨志一听 立刻决定到二龙山去 杨志走了一天 傍晚的时候 来到了二龙山山脚的树林里 他想 哎 我先在这个树林里边住上一夜 明天再上山吧 谁知道 杨志刚走进树林里 迎面跳出了一个胖大和尚 手里边拿着一根柴杖 哎 你是谁 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和尚说完了 不等杨志回答 举起残杖就打 两个人打了四十多个回合 不分胜败 胖和尚往旁边一跳 哎 青年汉子 你是什么人 杨志回答 我是青年兽杨志 哦 你原来就是在东京杀了牛儿的 那个杨志啊 哈哈哈哈 我是鲁志生 打死了郑关西 就上五台山当了和尚 因为背上刺着花秀 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花和尚 哎 听人说 你不是在大象国寺里管理菜园子吗 怎么在这啊 鲁志生就把林冲的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呀 鲁志生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以后 高求派人到处捉拿鲁志生 鲁志生东藏西朵呀 在孟州十字坡 听菜园的张青和他妻子母夜叉 孙二娘说 二龙山可以安身 没想到鲁志生投奔邓龙 邓龙不答应他入伙 鲁志生只好在山下天天叫骂 可邓龙死活不下山 这山上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宝珠寺 路上有三座关口 山上的人守住这三座关口 谁也上不去 杨志听完鲁志生的话 把自己的遭遇也说了出来 然后杨志对鲁志生说 这二龙山很难攻打 咱们不如到曹政家去商量一下 鲁志生同意了 在曹政家三位好汉坐在一块 曹政想了想 哎 我有个计策 不知道行不行 鲁志生连忙问 快说 什么计策 曹政就把自己想的计策说了出来 杨志和鲁志生一听高兴了 好 这个计策好 咱们就怎么办 第二天 天刚亮 曹政招待杨志和鲁志生吃完饭 三个人带着几个酒店的伙计 朝二龙山走去了 中午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二龙山下的树林 杨志换上当地庄稼人穿的破衣服 戴上一顶旧斗笠 手里边提着破刀 然后曹政用绳子把鲁志生捆绑起来 不过打的是活节 只要一拽绳子 绳子就会散开 曹政就两个伙计牵着绳子头 他自己扛着鲁志生的缠杖 别的伙计全都拿好棍棒 就这么样 他们走到了二龙山下 只见了二龙山上的关口啊 关门紧闭 关门上面摆着弓箭炮石 站着几个小喽啰 小喽啰看了一伙人绑着那个天天 在山底下叫骂的胖大和尚 赶紧跑去报告 功夫不大 两个小童子来到关上问 哎 你不是什么人呢 出来这和尚干什么呀 曹政说 哦 我们是山下附近村里的人 开着一家酒店 这个胖和尚啊 总是到我们酒店吃饭喝酒不给钱 还说什么 要去凉山坡叫人来攻打二龙山 扫平我们的村子 我们担心他真的那么干 昨天晚上就用好酒灌醉了他 把他用绳子捆住来献给代王 两个小头目听得非常高兴 哎 你们等着啊 我们立刻就去报告代王 两个小头目把这个事向邓龙一报告 邓龙听说胖和尚被捉住了 高兴的直喊 快快快 快把他押上山来 我要用这个东西的心肝来下酒 出出我这口恶气 小喽 小喽 得到了邓龙的命令 赶紧打开关门让曹政他们上了山 曹政 让杨志压着鲁之身进了关口往山上走 他们一看呢 这里果然是地势险 两边的高山环绕着宝珠寺中间只有一条小道路上的三个关口 摆放着弓箭炮石 要是想进攻啊 光凭他们谁也别想上去 过了三座关口来到了宝珠寺 大殿中间放着一把铺着虎皮的胶椅 两边站着手拿刀枪的小喽啰 不一会儿邓龙走出来坐在了虎皮胶椅上 曹政杨志紧挨着鲁之身站在台阶下边静静的看着邓龙 邓龙一看见鲁之身张口就骂 你这个兔女 天天到我山下叫骂 嚼得我吃不好饭喝不好酒 今天我要用你的心肝下酒 好好的吃喝一顿 邓龙的话音刚落 直见鲁之身瞪圆的眼睛大叫一声 呸 你想得挺美 看我怎么收拾你吧 两个酒店的伙计赶紧一拽绳子 绳子立刻就散开了 鲁之身飞快地从曹政手里边接过馋杖 蹭了一下跳上台阶冲进大殿 一馋杖 就把邓龙劈成了两半 连虎皮胶椅全都被劈碎了 杨志举起破刀连砍倒几个小喽啰 曹政和手下的伙计们一阵乱棒 把小喽啰们打得是东藏西朵 这时候曹政大喊一声 哎 你们这些喽啰们还不快快投降 谁要是不投降 立刻就让他变成肉泥 几百个小喽啰 本来就被眼前的事情吓呆了 听曹政这么一说 立刻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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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跪在地上投降了 就这样 鲁之身和杨志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 当了寨主 曹政告别了两个人 带领伙计们下山回酒店去了 再说 押送生辰刚的谢都管两个渔侯和士兵们 回到大明府 为了推脱责任 对梁中书说 是杨志勾结七个强盗 劫走了生辰刚 梁中书气得火冒三丈 立刻写信告诉了蔡经 蔡经连忙发了一道公文 派几州抚引 捉拿杨志和朝盖他们 众好汉上了梁山坡 几州府的浮影 接到蔡经的公文以后 立刻派手下的差役们到处查访 想捉住杨志和那七个卖枣的人 他还命令手下的三都鸡捕使臣 何涛 如果捉不上那些人 就把何涛发配到一个叫沙门岛的地方 何涛闷闷不乐的回到家 弟弟何清听说这件事以后 就告诉他 生辰刚被劫的前一天 我在一家小客店帮忙抄写账本 看见七个卖枣的人来住店 当中一个人呢 是运城县东西村的保证 朝盖 还有一个挑酒的人叫白胜 何涛已经非常高兴 可他不敢随便捉拿朝盖 就先把白胜捉住了 福尹马上审认白胜 连着毒刑拷打了三次 可他宁死不招 福尹狠狠地说 哼 现在谁都知道是朝盖领头结的生辰刚 你还不说吗 再给我打 往死里打 白胜实在受不了 只好招任了 领头的是朝盖 可那六个人我真的不认识啊 福尹说 只要捉住朝盖 再捉那六个人就容易了 于是福尹叫何涛 带领二十多个差役 连夜去运城县捉拿朝盖 何涛赶到运城县 天已经亮了 只见县衙门很清静 原来啊 知县的早班刚散 人们都吃饭去了 何涛正着急呢 县衙门里走出了一个人 他跟别人一打听知道 这个人呢 是值班的鸭司叫宋江 急忙迎了上去 宋江的表子是功名 排行第三 家住在运城县宋家村 因为他身体长得不高 脸长得比较黑 所以人们都管他叫黑宋江 再加上他很孝顺父母 对朋友特别仗义 人们又管他叫孝义黑三郎 宋江的家里 如今只有老父亲和一个兄弟 叫铁扇子宋青 宋江在运城县衙门 做鸭司这种小官 平常特别喜爱结识天下好汉 宋江还好给别人行个方便 向穷苦人施舍钱粮药品 所以山东河北一带都知道他的大名 都管他叫吉时雨 把他比作能够救助万物的吉时雨一样 何涛见到宋江 请宋江把他引荐给支县 宋江问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何涛说出实话了 宋江一听大吃一惊 原来啊 朝盖和宋江是朋友 宋江就对何涛说 支县呢正在休息 等支县升堂办公的时候 再带他去见支县 接着宋江让人好好的伺候何涛 他立刻骑着快马给朝盖报了信 就这样 等宋江领着何涛建了支县 何涛在带着人马去捉朝盖的时候 朝盖无用公孙圣和刘唐 早就逃到了石节村 何涛在东西村扑了个空 从村的人嘴里边知道了 石节村阮家三兄弟 他赶紧带领人马赶到石节村 结果呀 官兵们全都被朝盖他们消灭在湖水里 何涛也被阮家三兄弟活捉了 阮小二指着何涛骂了一句 嘿 本想杀了你 现在饶你一条狗命 回去告诉那些狗官 我们阮家三兄弟和朝盖都不是好惹大 接着阮小七割下核桃的两只耳朵 这才放他走了 然后朝盖无用和大家商量来商量去 觉得只有去投奔梁山坡这一条路可走了 无用想了想 听说梁山坡有个人叫朱贵 在河边开了一家酒店 用来打探消息和接待天下好汉 咱们去找朱贵 让他引荐咱们上山入火吧 于是朝盖他们就驾着船来到了朱贵的酒店 朱贵看到这么多人来上山入火 赶紧派人去给王伦报信 第二天早晨 朱贵用一条大船送他们穿过湖面 来到金沙滩上岸进山 这个时候王伦领着杜谦宋万和林冲 出来迎接 跟朝盖他们手拉着手走进聚义厅 王伦立刻叫人摆下酒宴 热情的招待七位好汉 大家一边吃喝 朝盖把他们截取生辰刚的经过 说了一遍 这个王伦呢 只是点头 没有说话 晚上休息的时候 朝盖对吴用说 王头领能够收留咱们 咱们可不能忘了他的恩情啊 吴用一听笑了笑 哥哥呀 我看王伦不会收留咱们的 他如果真心收留咱们 就应该在酒宴上就定出咱们在山寨的座位 可他什么话都不说 我看林冲倒是很想收留咱们 朝盖说 那林冲只是做了第四把交椅 做不了主啊 吴用又一笑 林冲本来是东京八十万进京教头 才做了第四把交椅 心里肯定不满 咱们呢 得想个办法 利用林冲 才能够在梁山坡 安下身来呀 大家点点头 都同意了吴用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 林冲来拜访朝盖他们 七位好汉赶紧请林冲进屋 吴用很关切的问了问林冲 是怎样上梁山坡的 林冲说了自己上梁山坡的经过 吴用听了 孤义说 林教头是柴大官人介绍来的 那王伦 应该让你做第一把交椅呀 这样才能让人心服 也不辜负柴大官人的心意呀 吴 我林冲逼上梁山 根本不在乎做第一把交椅 可是王伦这个人 心胸狭窄 总怕别人抢了他的债主位子 现在你们来到梁山坡 就会压着他的势力 他是不会收留你们的 谢谢林教头的指点 既然王头领不会收留我们 我们也就不难为他了 只有投奔别的山寨去了 唉 说完吴用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不再说话了 林冲听吴用这么说 又看了看七位好汉 赶紧说 各位好汉 我就是担心你们受不了 王伦的脸色走了 才特地的来见你们 请你们一定要留下来呀 不用假装很为难 哎呀 林教头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可是那王头领不留我们 有什么办法啊 再说了 你可别为了我们 伤了你们兄弟的和气呀 林冲吞着一下站起来 各位好汉放心 我林冲自有办法 说完 林冲走了 过了一会儿 王伦让小喽喽来请朝盖他们去山南水寨亭子里喝酒 无用对大家说 嗯 看样子呀 林冲有了跟王伦拼斗的意思 请大家都带上暗器 到时候 大家只要一看我摸胡子 就立刻动手 大家赶紧就准备去了 等到朝盖他们来到山南水寨 王伦 杜谦 宋万 林冲 猪柜 已经在亭子里坐着 王伦请朝盖他们入席 吃喝起来 朝盖一边喝酒 一边问王伦 王头领 现在我干出截取生辰纲的事情 只能在梁山坡入火了 不知道你怎么安排我们七个人呢 王伦 却好像没听见一样 只是一个劲的给朝盖倒酒 酒喝到下午 王伦回头对小喽喽说 把东西拿来 一个小喽喽端上了一个大盘子 盘子里放着五定大银子 王伦对朝盖他们说 各位 前来投奔梁山坡 那是看得起我 我非常感谢 不过呢 梁山坡地方很小 房屋和粮食都不多 实在是容纳不下众多的好汉 这点银子送给你们当路费 请你们投奔别的山寨吧 朝盖一听点了点头 我们兄弟特地来投奔梁山坡 王头领实在不能收留我们 我们只好走了 这银子还是请你收起来吧 这时候只见林冲呼的一下跳起来 指着王伦大叫一声 王伦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 你就借口山寨小 房屋和粮食不多 不肯收留我 现在你又这么说 是什么道理 吴用连忙假装地劝说 哎哎哎 请林教授不要生气 王头领的男主 我们理解 我们明天一早就下山去吧 林冲听了无用的话 火气更大了 王伦 你今天必须要说个清楚 王伦也气坏了 啊 你这个混账东西 又没有喝醉 竟敢这样对我说话 林冲大大一声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也配做山寨之主 吴用连忙站起身 对曹盖说 哥哥 你看你看你看 只因为咱们来投奔梁山坡 才使得人家兄弟之间伤了和气 咱们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曹盖他们站起来就要走 林冲顿似火冒三丈 唐的一脚踢倒了桌子 从身上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吴用一看 时机到了 用手一摸胡子 曹盖流淌一下子拦住了王伦 哎呀 自家兄弟 你就别互相拼斗啦 公孙盛和阮家三兄弟 假装了劝说 拉住了宋万杜谦和朱贵 林冲到趁着这个机会 一把抓住王伦 大把 你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却嫉妒有才能的人 这个山寨 留着泥 有什么用 说着他 扑着一刀 杀死了王伦 曹盖他们一看 全都抽出刀来 宋万杜谦和朱贵 吓得赶紧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曹盖连忙上前 扶起了宋万 他们三个人 无用 拉过原来王伦做的那第一把交椅 把林冲 摁在上边 如果有人不服 就叫他和王伦一样下场 现在林教头就是山寨之主 林冲赶紧站起来 不不不不不 我林冲杀了王伦 是因为他心胸狭窄 我绝对不是为了当寨主 我说 曹盖大哥 讲义气 不看重钱财 喜欢结交天下好汉 而且武艺高强 让他当山寨之王吧 好汉们一听啊 全都同意了 就这样 曹盖做了第一把交椅 当了梁山坡山寨之主 无用当军师 做了第二把交椅 公孙盛做了第三把交椅 林冲做了第四把交椅 接着刘唐 阮家三兄弟 杜谦送万诸贵 一一排好作词 从而以后啊 梁山坡开始强大起来了 宋公明怒杀 闫婆西 曹盖做了梁山坡寨主 带领各位好汉 整修山寨操练人马 准备随时打击 前来侵犯的官军 这天曹盖队无用说 军师 当初如果不是宋鸭司 给咱们报信 咱们早就被官军抓进了监牢 咱们派人带些金银 去报答报答他才对呀 再说 白盛还被关在几州监牢里 咱们必须把他救出来呀 无用一听点了点头 对 哥哥 就让刘唐带着金银 去运城县报答宋亚司 另外派别的兄弟 带上大量金银 到几州上下疏通 就能救出白盛 曹盖同意了 果然 曹盖叫人花了大量金银 很快就把白盛 救出几州监牢 也上了梁山坡 刘唐带着金银和曹盖 无用写给宋江的书信 下了梁山坡 赶到了运城县 再说运城县压司宋江 这天傍晚办完公事 在县衙门对面的茶馆里喝茶 喝着喝着 他看见一个高大的大汉 背着一个包裹 挂着一把腰刀 一个劲的往县衙门里张望 宋江觉得很奇怪 就站起身来朝大汉走去 那个大汉就是刘唐 他看见宋江走过来 连忙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等到宋江跟上来 刘唐行了个礼 宋压司 你认识小弟吗 宋江看着刘唐 有点面熟 可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刘唐赶紧拉着他 走进一家小酒店才说出自己的性命 宋江听了大吃一惊 哎呀 兄弟 你好大的胆子呀 官府正在到处捉拿你们 你怎么还敢到这里来呀 哈 宋压司 现在朝盖哥哥做了梁山坡债主 无用做了军师 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特地让我给你带来一封书信和一百两金子 说完 他拿过包裹 取出一封书信 宋江看了信 只从包裹里拿了一块金子 连同书信一块放在自己的招文袋里 然后宋江跟酒店的伙计借来纸笔 写了一封回信 交给刘唐 兄弟 你吃些韭菜赶紧回山寨去吧 如果被公差发泄 可就不好办了 刘唐吃完韭菜 立刻回梁山坡去了 宋江看着刘唐走得没影了 这才拿了招文袋 想往住处去 他刚走到半路 被一个老太婆叫住了 这个老太婆呀 叫闫婆 原来闫婆是东京人 他和丈夫带着女儿闫婆西 来到运城县投靠亲戚 结果呢 亲戚没找到 闫婆的丈夫得病死了 宋江看着闫婆娘俩可怜 帮助闫婆埋葬了丈夫 还送给他十两银子 闫婆看到宋江心眼这么好 就把女儿闫婆西 嫁给了宋江 宋江呢 开始不同意 经不住闫婆的说和 最后只好答应了 这样 他呢 就找了一所房子 安顿他们娘俩 可是这个闫婆西呀 不喜欢宋江 偷偷的跟一个叫张三的人 勾搭上了 宋江知道了以后啊 就不再去闫婆西那了 现在闫婆一看见宋江 拉着宋江就往家里走 宋江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 只好跟着他去了 宋江到了闫婆那 闫婆一直把宋江推到女儿闫婆西的房子里 那闫婆西一看见宋江 立刻 脸朝礼 躺在了床上 什么话都不说 宋江心里边非常不高兴 转身就往外走 闫婆本来是想把女儿嫁给宋江 指望宋江养活他们娘俩 看见女儿不搭理宋江 急忙就陪笑脸 一把拉住他 哎呀 宋亚斯啊 我这有一瓶好酒 我出去买点酒菜 马上就回来啊 说着 闫婆请宋江坐下 走出房子 他把宋江走掉啊 一下子咔嚓 把房门给反锁上了 闫婆买回酒菜 打开房门 陪着宋江一边喝酒 一边东拉西扯的说话 闫婆看看天黑了 才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了 闫婆西呢 还是那样 脸朝里边躺着 宋江也不想理他 把一把刀和招文带搭在床栏杆上 脱了衣服 躺在床上自己睡了 第二天早晨 宋江起床出门 卖早点的王老汉招呼宋江吃点早点 宋江吃着吃着忽然想起来 呦 曾经答应送给王老汉一口棺材 对了 昨天接受了朝盖派刘唐送来的一块金子 就把这金子给王老汉 请他自己去买棺材吧 那块金子就放在招文带里 宋江伸手往身上一摸 吃了一惊 暗暗叫苦 炒口 那招文带望在闫婆西的床栏杆上了 一块金子倒没什么 可朝盖的那封书信却特别重要啊 如果被那闫婆西看见了书信透露出去 官府就会定我个私通梁山泼的罪名 那么一来可就麻烦了 想到这儿 宋江顾不上迟早点 就往闫婆西家跑去了 再说呢 闫婆西听见宋江走了 脱了衣服想接着睡觉 忽然 看见床栏杆的招文带和刀子 他把招文带往床上一抖 哗啦 掉出那块金子和那封书信 闫婆西打开书信 借着灯光一看 心里边暗暗高兴 啊 原来这个宋江和梁山坡的强盗又来往啊 我和张三想做夫妻 只是多了你这个家伙 好了 我有了这封书信 就可以对付你了 想到这儿 闫婆西把书信和金子放进招文带 哗嘰 就藏在了被子里 闫婆西刚把招文带藏好 宋江就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了 他往窗栏杆上一看 招文带不见了 知道是被闫婆西藏了起来 就推他 哎 看在以前的面子上 你还给我招文带吧 闫婆西一开始啊 根本不理他 最后他坐起来说 那招文带是我拿了 要想还给你呀 你得答应我三件事 好好好 哪三件事 你快说吧 第一件 你要写下一张字句 同意我改嫁给张三 第二件 我穿戴的金银珠宝是你给我买的 但是都不能要回去 第三件 梁山坡朝盖所给了你一百两金子 你得把这一百两金子都交给我 哦 前两件事 我全都答应你 朝盖是送了一百两金子 可是我只留下了一块金子 剩下的全都没要啊 嘿嘿 闫婆西根本不相信 一定要让宋江交出这一百两金子来 宋江只好请他等两天 自己卖掉家里的财产 再给他一百两金子 闫婆西呢 却不依不饶 恶恶狠的说 不行 咱们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给了我一百两金子 我才还给你那封书信 要不咱们就上公堂里说这件事 宋江听闫婆西这么说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瞪圆了眼睛 你到底 还不还那封书信 闫婆西也不示弱 把眼一瞪 不还 就是不完 宋江 一把扯掉闫婆西身上的被子 闫婆西赶紧把赵温带抱在怀里 宋江上前就抢 闫婆西哪肯放啊 两人一拉一扯 那把刀 哗哒一下 掉在了床上 宋江立刻把刀拿了起来 闫婆西一看 急忙叫喊起来 哎呀 黑山王杀人啊 快来救命啊 宋江本来没想到要杀他 这么一来 反倒让宋江有了杀他的念头 闫婆西刚想叫喊第二句 宋江扑的一刀杀进了他的胸膛 然后又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宋江杀了闫婆西 赶紧从招文袋里掏出那封书信 一把火烧毁了 接着宋江把杀死闫婆西的事 告诉了他的母亲 闫婆 闫婆呀 假装要宋江去陪他给女儿买个棺材 在经过县衙门的时候 闫婆突然拉住宋江 大声叫喊起来 宋江把我的女儿杀死了 可是县衙门的公差们根本不相信 没有理睬他 宋江挣脱了闫婆的手 迈着大步就走了 等到严婆哭着喊着告到知县那儿 宋江早就逃到城外自己的家里 知县赶紧命令雷恒和朱童去捉拿宋江 朱童是运城县衙的马兵都头 长得一尺多长的胡子 人们管他叫美然公 雷恒和朱童跟宋江都是朋友 也很敬重宋江 所以两个人在宋江家里边装模作样的搜查了一会儿 就回去了 宋江赶紧带着弟弟宋青逃出运城县投奔了柴进 柴进笑着说 哥哥放心 你就是杀了朝廷的官员 我也敢让你藏在家里 接着柴进叫人摆下酒宴 跟宋江宋青痛饮起来 到了深夜 宋江喝得有点醉了 去上厕所 他一不留神踩了一个火盆 把里边的炭火掀到一个正在烤火的大汉脸上 大汉吃了一惊 抓住宋江就吵闹起来 柴进赶来连忙给两个人互相介绍 原来啊 这个大汉叫武松 家住清河县排行老二 人们都管他叫武二郎 他因为打伤了人 在柴进家里边避难已经有一年多了 武松呢 最近想回家看看哥哥 却得了病 刚才正冷的烤火 他被炭火一烫 惊出一身冷汗 反倒觉得病好了 武松呢 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大名 宋江也知道武松 两个人相见 非常高兴 武松陪着宋江住了十几天 要回清河县 看望哥哥 柴进和宋江一看 实在留不住他 只好同意了 宋江送了武松十来里路 武松说 哥哥要是不嫌弃我 就受我几拜 拜你为义兄吧 宋江很高兴 跟他结拜成兄弟 宋江拿出十两银子送给武松 然后两个人流着眼泪 告别了 就这样 宋江继续住在柴进家里 武松呢 往清河县走去了 景阳刚 武松打猛虎 武松告别了柴进宋江 背着包裹提着一根哨棒 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 这天中午的时候 武松来到阳谷县境内 看见前边有一家酒店 心里想 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 吃点东西再走吧 他走到酒店前边 只见门前挂着一面朝旗 上面写着三碗不过钢五个大字 武松只想吃完东西赶路 就没理会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进了酒店找个座位坐下 放好包裹和绍棒 对酒店老板说 快拿酒来 酒店老板立刻拿着三个碗 一双筷子 一盘菜 来到桌前 给武松倒了一碗酒 武松端起碗 一口气 就把酒喝干了 好酒好酒 你这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我这只有熟牛肉 那就切二三斤牛肉来 店老板连忙端了一大盘子 切好的熟牛肉 武松一边吃着 一边又喝了两碗酒 他还想喝 可店老板说什么 也不给他倒酒了 武松很不高兴 你的老板开的是酒店 为什么不肯多卖酒给我喝 店老板陪着笑脸 您看见我们门前的朝期上面 三碗不过缸几个字了吗 什么叫三碗不过缸 我这酒是自己酿造的 酒劲很大 客人喝下三碗就会醉倒 过不去前边那个山缸 所以叫三碗不过缸 武松一听笑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可我喝了三碗 怎么没有醉呢 可观 我这酒啊 叫透瓶香 又叫出门倒 刚喝的时候啊 觉得很香 过不了多大的功夫 酒劲就会上来 出门就得醉倒 武松听得有点不耐烦了 啪的一拍桌子 别说了 快给我倒酒 酒店老板一看他这架势 只好又给他倒了三碗 武松端起来咕嘟咕嘟一口气 全都给喝干了 武松越喝越觉得这酒好 老板 你这酒是好 再接着给我倒 我给你钱就是了 没办法啊 这店老板只好一碗一碗的倒 武松啊是登当当当 喝了一碗又一碗 最后一共喝了足足十八碗酒 还吃了几斤熟牛肉 武松给了酒肉钱 背上包裹提起照棒就往外走 嘴里边还嘟囔着 什么三碗不过钢 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我喝了十八碗 怎么也没醉啊 武松刚走出门口 店老板急忙追出来 哎哎哎客官客官 您这是到哪去啊 是不是想过前边那座山岗啊 武松不高兴的瞪了他一眼 你问这个干嘛 我又没少给你酒钱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只想告诉您啊 前边的山岗叫景阳岗 如今岗子上有一只猛虎 经常在晚上伤害人 有二十多个大汉丢了性命啊 官府现在命令猎人去抓那只猛虎 还贴出告示叫过山岗的人 要几个人结伴一块走 另外还叫人们只能在中午时候过山岗 别的时候不能过呀 武松歪着脑袋听着 店老板指着天空 这会儿天快黑了 您那就别过钢 在我这店里住下吧 等到明天凑上那么二三十人再过去 行不行啊 武松听了他的话笑了笑 我是清河县人 这景阳岗我不知道走过多少次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岗上有猛虎啊 你别吓唬我 现在就是真的有猛虎 我也不怕 哎呀 我是好心好意的告诉你 哎你要是不相信了就到我店里去看看官府的告示吗 哎 你这么劝我在这住下来 是不是想在半夜里谋害我 抢我的钱财呀 店老板听他这么一说呀 气得直摇头 哎呦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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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走就走吧 说完就进酒店了 武松大笑一声 提着哨棒往前走去 武松走到景阳岗下边 看见一棵大树 树干上被刮去了一块树皮 上面写着最近 最近景阳岗上出现一只猛虎 过往行人要在中午结伴过岗 武松一看笑了 哈哈哈哈 这准是这酒店老板的诡计 吓唬过往行人 好上他的酒店去住 然后他迈开大步 走上了景阳岗 这个时候啊 太阳快落山了 武松在景阳岗上走着走着呀 就看见一座破庙 庙门上撇着一张官府的告示 上面写着 最近景阳岗出现一只猛虎 已经咬死二十多个人 现在猎人们正在捕捉这只老虎 过往行人必须在中午结伴过岗 单身行人不许过岗 以免被老虎伤害 上面啊 还盖着县衙门的大张呢 武松这才知道 这景阳岗真的有猛虎 店老板没有欺骗他 武松一转身想回酒店去 可又怕酒店老板笑话他 这该怎么办呢 最后啊 武松把心一横 哼 我堂堂的一条好汉 怕什么 我都要看看那猛虎什么呀 于是啊 他转过身 接着往上走去 走着走着 武松只觉得酒劲涌了上来 身上一阵发热 他往周围一看啊 天快黑了 什么动静都没有 哎 前面的松树林子里边啊 有一块光滑平整的大青石 武松心里想 嗯 我先在这歇上一会儿再走吧 他走到大青石跟前 把哨棒往旁边一放 就躺在了大青石上面 忽然 呼的刮起了一阵大风 树枝被刮得哗啦哗啦乱响 武松正在纳闷 嗯 奇怪 这天好好的 怎么刮风了 只听扑的一声 从树背后 跳出一只白鹅猛虎 武松大叫一声 哎呀 急忙滚下青石 拿起哨棒 闪到青石旁边 那只猛虎啊 可能好几天 没吃上东西了 他把两只前掌 往地下一横 全地下跳起来 哨 朝着武松就猛扑过来 武松惊叫一声 跑 这么一来 把他的酒吓醒了 刚才的那十八碗酒啊 全都变成冷汗出来了 武松急忙一闪 闪到了猛虎的背后 猛虎一看 武松跑到自己的背后 他把前掌打在地上 腰垮猛的一掀 他想把武松掀倒 武松看得清楚啊 身体又一闪 猛虎没能掀着他 这下可把猛虎给气坏了 啊 一声吼叫 就好像在半空中 打了一个响雷啊 震得地动山摇 震得树叶子 刷刷的直落 猛虎吼叫完了 把那尾巴 像铁棒一样的倒树起来 吼个一下子 朝武松横扫过去 武松一闪身 又闪到了一边 原来啊 这老虎伤人 差不多都先用这三招 一扑 一掀 一扫 如果他这三招 没有伤着人 那威风就没有了一半 那猛虎一看 这三招没有伤着武松一根毫毛 又啊 大叫一声 转过身了 武松借这个机会 松鼠抡起了哨棒 使出浑身的力气 冲着猛虎 呜 就劈了下去 没想到啊 这一棒咔嚓一下 打到松树枝上 把那个树叉给打断了 武松手里边的哨棒 也断成了两截 这一下 那猛虎也火了 大声吼叫着 朝着武松就扑了过来 武松一跳 退出去时来不远 猛虎的前掌一落地 正好落在了武松的面前 武松扔掉手中的半截哨棒 趁势抓住猛虎的脑壳 拼命的 咔 就会摁在了地上 这猛虎啊 使劲的挣扎 武松哪里肯放啊 他用一只脚 朝着猛虎的脸上 眼睛上 咚咚咚咚咚 一阵乱踢 猛虎腾队啊 一个劲的用两只前掌乱扒乱挠啊 把身下的泥地啊 扒成了一个坑 武松呢 就把他的脑袋 摁在那坑里边 猛虎挣扎了半天 没有多大力气了 武松 用左手 摁住他的脑袋 腾出右手 罩着他的脑袋 一直打了五十多拳 打得猛虎 从眼睛里 嘴里 耳朵里 直冒鲜血 最后 猛虎不能动他 武松 这才松开手 找到那半截哨棒 冲着猛虎 一阵乱打 这样 武松 终于打死了猛虎 武松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唉 他想把死虎 拉到缸下去 可他身上 没有了一点力气 就坐在了大青石上 他歇了一会儿 心里想 哎呀 这天已经黑了 要是再 窜出一只老虎来 我可就没有力气 跟他斗了 我呀 还是赶紧走吧 等到明天 再来处理这只死虎 于是 他整理一下衣服 一步一步 往缸下走去 走着走着呀 忽然 从草丛里边 蹭了一下 又跳出了两只老虎 武松心里想 哎呀 这一下我可完了 没想到啊 那两只老虎 一看见他 站了起来 武松仔细一看 原来是两个猎人 身上 披个虎皮 手里 拿着钢叉 是来打虎的 武松告诉他们 那只猛虎 已经被他打死了 这猎人根本不相信 等他们跟着武松看了 这才相信 猎人们高兴极了 抬上死虎 拥着武松 走下景阳刚 到阳谷县衙里边 去领赏了 武松在景阳刚 打死猛虎的消息啊 顿时惊动了 整个阳谷县 阳谷县之县 看看死虎 又看看武松 心里非常高兴 立刻赏给他 一千贯钱 武松却说什么也不要 他对知献说 知献大人 这里的猎人 为了这只猛虎 吃了不少苦头 就把这一千贯钱 分给他们吧 知献同意了 知献看到武松 为人们除掉了 这么一个祸害 又见他的心地 这么忠厚 就让他在县衙门 做了步兵都头 武松赶紧 卸了支县 留在阳谷县衙门 做了步兵都头 准备过几天 再去清河县 去看望哥哥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